因导致订单量激增 特斯拉较停仅上线三天的零 首富IT之家 11月4日消息 11月1日 特斯拉官网上线了全新的金融产品 消费者可以通过零首富的特斯拉融资租赁模式购买车辆 但据北京商报 仅上线三天 特斯拉零首富融资方案即出现变动 11月4日 特斯拉官网显示 11月1日上线的融资租赁方案中 零首富选项已经取消 最低首富调整为10% 据财经网汽车报道 一位特斯拉融资租赁客服人员表示 今日刚接到通知 已经取消零首富改为10%首富 原因为此前零首富订单激增 导致交车时间增长 为保证用户交车时间 目前下线零首富改为最低10%首富 但之前订车锁定 零首富的用户不受影响 按照方案规划 通过特斯拉自营融资租赁购车 零首富起 1至5年租赁期限零活选择 每月分期支付租金并使用车辆 租赁期满后 一约获得车辆所有权 假如车主计划购入原价 276000元的Model Y标准续航版 计划分期5年 如果选择标准融资租赁方案 可首富0元月付5 520元 如果选择弹性融资租赁方案 可首富55200元 月付3272元 还款灵活 支持随时提前还款 在擔摩 你的经济 网上